今天要介绍的是 美国儿童剧场戏剧教育活动 美国戏剧教育活动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 台湾是少数国家将表演艺术 列入课纲的国家之一 美国在2014年的核心艺术标准国家联盟 也就是National Coalition for Core Art Standards 有把戏剧分为它艺术形式的其中一部分 它的艺术形式包括了舞蹈、媒体艺术、音乐、戏剧与视觉艺术 但美国跟台湾还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是 它这个国家标准并不能够直接列入在课纲里面 也因此这样的课纲往往没有办法落实在课程之中 这也表示它的课程需要很多不同的方面去支持 来扶植这些戏剧表演艺术在学校里面的发展 所以呢儿童剧场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除了提供老师们一些教学的机会之外 也让学生有机会可以学习更多戏剧相关的专业知识 今天要介绍的三个儿童剧场是 First Stage Children's Theatre Company 跟Seattle Children's Theatre 首先你知道这些城市在哪里吗? 诶?根本没有讲城市怎么会知道呢? 对不起 重新难过 首先 First Stage 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 Children's Theatre Company 是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亚波利斯 Seattle Children's Theatre 是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为什么会介绍这三个儿童剧场呢? 因为以人次来说 他们是全美前三大的儿童剧场 这三个剧团为什么会这么巨大呢? 这个西红词有点奇怪 对有点奇怪 这三个剧团为什么这么热门呢? 那和他们所处的城市有很大的关系 请问你知道这三个城市在哪里吗? 国风已经讲过了吗? 嗯...有刚有 那这三个城市呢 都是属于美国的中型城市 什么是中型城市呢? 简单的举例 以纽约的人口来算 纽约大都会人口就是包括纽约市 以及周遭的像纽哲西 以及其他的城市 加起来的人口大约为两千万人 那就已经将近是台湾的总人口数了 但是这几个城市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西雅图以及米尼亚波利斯 人口数大概是三百六十几万 跟新北市的人口不会相聚大的 看新北市的人口不会相聚太大 至于米尔瓦基的大都会人口数 大约为两百万 也接近桃园市的人口数 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出什么叫做美国所谓的中型城市的人口 这些地方反而比较能够支持单一剧场的发展 因为周遭的人可能有比较少的选择 因此这些做得非常好的剧团就有机会蓬勃发展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三个剧场主要提供的戏剧活动面向 以下介绍的方式呢 并不是每一个剧团都有提供所有的内容 但是是整理之后的介绍 第一是观看戏剧演出 第二是在剧场内所举办的戏剧课程 第三是在学校里面所举办的戏剧教育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观看戏剧的演出 这包括很特别的是请老师们来看整排 因为在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 老师们会带着整班的学生来看戏 因此老师喜不喜欢一出戏 代表一出戏可不可以卖得很好 所以剧团往往会邀请老师来看整排 以增进他们的售票 再来学生来看戏当然是重点之一啦 老师们会带着学生到剧场来看戏 或者是老师会请剧团到学校来演出 这个部分还包含了可能会发生的戏前或戏后的工作方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付费的工作方 所以就是看学校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经费 可以交请剧团来做这样的工作方 最后演出呢还包含了教师手册 就是制作这些跟演出相关的手册 让老师们在带小朋友来看戏之前可以参考 第二要介绍的是在剧场内的戏剧课程 这三个剧场都提供两岁到十二年级的课程 十二年级就是所谓的高三的学生 所以基本上就包含了所有的年级的学生 还有幼稚园的孩童 在课程方面呢 他们的设计上包含了所谓的故事戏剧 创造新戏剧 编剧 表演 声音与肢体 音乐剧 以及集心戏剧 除了这种比较基础性的课程之外 他们偶尔还会提供青少年特别的一些专业训练 像在First Stage有一个Young Company的设立 Young Company主要就是让有志从事戏剧工作者的学生 能够从高中就开始受专业的训练 另外 Children's Theatre Company也有提供类似的训练 他们是叫Junior或Senior Company 那也是同样的提供学生们有一个发挥空间 跟专业训练的地方 第三类是属于在学校的戏剧教育课程 这方面的课程提供的范围就很广 它除了提供在学校 像我们之前所讲的 从幼稚园 国小 国中 高中 学校之外 也提供给自学团体 也就是所谓的Homeschooler 这些课程的面向也有几个不同的方向 一是属于戏剧工作坊的类型 也就是说 学校的老师可以请戏剧工作者 到学校里面来教授戏剧相关的课程 二是属于整学年的戏剧融入性的教学课程 那它有几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是有可能和不同的学科做结合 第二可能是剧团本身设定的一些教学的方式或教学的课程 直接带入到学校里面 例如 First Stage就有一个读写能力的课程 而Children's Theatre Company就有一个批判士能的课程 那这两个课程其实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它的重点都是用戏剧的方式提升学生们的读写能力 再来是有关教师的训练 它也提供教师们戏剧相关的练习或者是训练 让教师们可以把这样的一套活动带到自己的教室里面 和我们学校戏剧教育的课程就有很大的相关性 再来它还有为一般公司所发展出的专业课程 让公司的人也可以运用戏剧的方式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 最后这些剧团也会配合大家的需求而设计出相关的课程 所以不管是公司的行号还是学校老师 都可以请剧团额外设计课程能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以上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戏剧教育活动 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些戏剧教育活动呢 因为在台湾其实很少有剧团提供这么多种类的戏剧活动 这样的戏剧活动分享也希望能够提供 学校学习的学生或是专业的剧团 戏剧教育活动发展的可能性 优优独播剧活动 卖城 thinkers勿扣 deprived从做做做做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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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